博馬公司近日宣布將裁員並遷移數百名企業員工 連日決策涉及位於達拉斯、亞特蘭大和多倫多的辦公室員工 大多數將被遷移到阿亨色州Bentonville的總部 小部分員工將遷移加州新凡市灣區和新的西州Hopperken 博馬首席人力資源官表示 此區旨在加強公司文化促進員工成長和發展 博馬還在其總部建設了一個新的總部園區 佔地近350英畝 包含12座辦公樓和其他設施 此外,博馬還計劃在星期四發布最新財報 這次人事調整發生在博馬上個月底 宣布關閉多個州的51家健康診所之後 這些關閉的診所是博馬健康計劃 只作降低醫療服務成本的一部分 但公司稱這業務模式未能實現財務的可持續性 天下WES記者編輯報導 都... 感谢观看